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凤盛老师 好了 感谢真伟 各位 台湾股市说实在的 你说创新高之后 难道它不能够再续创新高吗 很多的投资朋友 大部分心态都没看过 就像现阶段每天的台股 都在创造新的历史一样 但是如果你不好好把握 这个行情的话 可能再回首 又是另一番格局了 有一些个股 当然现阶段有所谓的 一个低估 当然有一些是所谓的一个 一个草高的一个价位 所以你要避免掉 这些草高的个股 你突然之间想买进的时候 去追高 你要避免掉 那一些低估的个股 也许你现在不留意 但是蔡老师都会帮你研究出来 所以我随时都准备好 来帮你掌握这个产业 这些能够大涨特涨 这些个股的一个列车 我希望你赶快上车 赶快找位置坐下来 因为未来 尤其你看日本股市 不晓得下午会被攻上四万点 这个都是另外一番的一个什么 一个气象 当然这是好事 因为台湾股市你说冲高 日本股市还在走强 美国股市还在创高 各位对不对 这不就好了吗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不要说这日本股市创高也害怕 台湾股市创高也害怕 美国股市创高也害怕 当然要害怕的是 从这一波行情 1月17号就大量做空的人 到现阶段 真的是四个字 六神无主 真的是六神无主 所以说希望你赶快抛下陈建 跟上这个获利的列车 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来 这礼拜你看得最清楚 因为礼拜三又是228 礼拜二又大跌 但是礼拜一涨几点 58点 其他都不用说了 说要20年了 蔡老师也没有给你卖软体 也没有给你卖指标 2月26是不是礼拜一涨58点 我是不是告诉你 上礼拜 礼拜一涨28点连涨5天 这礼拜一涨58点 上礼拜是你发 这礼拜是我发 对不对 今年就是不是你发 就是我发 大家一起发 有没有 因为周一效应 礼拜一涨更迭很重要 不管你信不信 好不好 验证了20年了 礼拜二来了 周老师 开高市 创历史新高 但是马上急跌300点 全市场也只有我第一时间跟你讲 就是复台结算 包括我在做收盘 很多记者媒体也搞不清楚 但是我们为什么够专业 我们盘中我们都知道 这一伙人包括哪个县市 哪个贵宾市在买什么个股 我们都知道 那一些个股为什么好买 因为法人不会去碰 那也祝福他好不好 因为这种盘是4000亿 够大家分钱 各位懂不懂 所以你要买什么个股 蔡老师这边都应有尽有 你说要走投机路线的 我也可以提供给你好不好 三天涨停板有什么难 你找3亿的不就好了吗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说 整个的一个盘面 礼拜二的时候你跌下来 对不对 你说老师 这样有尊省 其实这样当然有算 但是没关系 我们礼拜四礼拜五见真章 我会没有这样讲 有吧 礼拜二创高之后压回 也许你内心不舒服 因为你希望它都涨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怪癖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你永远不满足 股市永远不满足 来到2万点之后 你还期待3万点 4万点 礼拜四开低之后走洋 最高涨了165点 这昨天距离新高只差4点 对不对 尾盘大涨112点 礼拜二也是跌4收链 才跌93点而已 是不是 所以昨天的收盘价 是再创历史新高 是不是 但是你说老师 这样没尊省 要过 礼拜二19023 没有关系 好不好 我知道你喜欢 鸡蛋你挑骨头 我满足你 来各位 今天一开盘 再涨75点 有没有过19023 有没有过 周一效应 值不值得你信赖 我没有在卖指标 也没有在卖软体 据我所知 那些卖指标卖软体 全部都在1月17号 这边放空 落实掉这2000点行情 苦不堪言 因为他们不会去抓产业面 觉得仪式头部 或者指标过热 就给你放空 所以做指标的人 一天到晚 多想要 整天都要多头 都买进 然后空头杀下来 一天到晚都在 想象空间里面 对不对 他忘了人无双面材 你还要做得到 你还要做空 各位 你最有可能 所以你看 今天早上 美国股市 对不对 备办历史新高 收盘价 纳斯达克也新高 日经指数一早 礼拜五 也历史新高 对不对 是不是 快4万点 上午盘 39939 所以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各位 这是昨天 融资又增加23亿 从2月15号 到昨天2月29号 各位 总共上市融资增加125亿 上贵增加89亿 是不是 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今年2024年 台湾的GDP会上修3.43 都好消息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加权指数 两年前18619 现在突破之后一去不复还 对不对 持续往上走强 今天已经来到19041 那也不用太在意 记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除非它三个月 没有再突破 你就记住那可能是短暂高点 否则的话下礼拜又来创高 你又要重新记一个价位 各位知不知道 那不重要 反正这个盘面好好把握 来 超伟今天早上大涨了一个9% 来到192 对不对 其实它算是最弱势的 它最弱势的都还能够 单日大涨接近10% 创历史新高 你说AI的个股 你能不好好把握吗 各位 你再来看看 MVD 今天早上来到791 各位累累 它如果收盘价占上800 它就挤掉莫斯科了 它的市值就超过两兆美元 GDP 莫斯科1.99 它现在也1.99 它跟莫斯科 墨西哥 跟墨西哥平手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它如果占上800块美元 就把这个 墨西哥的GDP挤掉 各位是不是 美超委 虽然没有创历史新高 但是依旧早上也涨了一个6%多 是不是 对 所以得出结论 这个盘市礼拜二大跌的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全市场 只要看两党个股 尤其是做AI的你 高价股看四星KY 对不对 台湾的股王 然后整个AI的个股 要看什么 微影 6669的微影 跟3661的四星KY 各位有没有 是吧 为什么礼拜二这么重要 因为礼拜二盘中洗盘300点 是不是 非常的重要 当天 四星打到3815 收藏下影线 我也告诉你 因为距离3500近了 是不是 所以很多法人的买盘都会出现 那你看2月29 昨天出现了一个逆袭线 过了前一天的起跌点 所以转为多头了 有没有 今天早上你看这新闻 工商写的 股王四星 check it 外资都按赞 对不对 大摩 财色因为今天下午是四星的法说会 你看 这个包括瑞银 他讲5130块 这都是报纸节 蔡老师不会去跟你预测这个 各位你知道吗 我都拿报纸的东西来跟你分享 所以你要看清楚 不是蔡老师跟你预测 四星会多少钱 我才没那么笨 各位 所以四星KY今天来到4335 对不对 之前高点4450 不到120块就创历史新高 那就看他今天下午会讲多好 好不好 反正全市场 台湾的股王 你觉得会不好吗 看他第四季获利多少 去年整体 去年整体预估好像 人家是说是接近45还是46 就看他下午的数字 明天早上报纸会写 然后配发的一个鼓励 就这样 好不好 没什么好说的 反正四星KY 带领台湾股市一路的一个长虹就好了 好不好 GDR3500 这不是要对全球认购的人 一个负责任吗 不就是下党最大的支撑 难怪礼拜二来到3800 就根本跌不下去 今天来到4300 有没有道理 去年营收三个新高 12月第四季跟全年 所以年报即将出来 大家都在压保 好不好 如果我们的股王压保是有问题的话 台湾股市就不值得投资了 所以你觉得会有问题吗 来就补 好不好 元月份 营收 虽然月减3%多 这没多少 但是依旧年增 一倍以上 106% 所以非常正面 所以世新KY就不说了 来关键就是维影 维影礼拜二依旧打到2030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我跟你讲什么 你要留意 维影是那些即将发行 高息ETF里面 唯一还没涨的 新星都是涨完之后叠下来 维影这家 对不对 第七名统一了 台湾高息动能ETF 维影几家 结果我讲完之后 你看昨天礼拜四拉到涨停板 对不对 四家内外资共同调高那目标价 其他的就不废话 就直接调高他的一个TP 目标价 对不对 所以最有效益的就是这个动作 对不对 直接把之前9天的一个长黑 击败了其中的7天 昨天2230 今天来到2510 创历史新高 你说奇怪不奇怪 怎么蔡老师一跟你讲 完全不往上拉 这还不是重点 我跟你讲 维影往上拉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礼拜二大盘在 从涨70几点跌195点里面 有的个股是转强的 齐宏 这是不是AI 是不是 这礼拜二 大盘是不是 盘中击杀 加300点 齐宏 对不对 昨天的齐宏 541 今天的齐宏 创历史新高558 今天齐宏 3月1号558 各位是不是 对吧 同样的还有一档什么 齐宏就别说了 这我都跟你追踪了 季家 这一样礼拜二 大盘 最低跌195点 对不对 震荡将近300点 季家 是不是转强 是不是 昨天的季家 收最高345 对不对 今天的记家来看看 我原先写360 其实是不对的 尾盘收到361 还更高 还更高 各位 尾盘 361 所以我跟各位说过 其实AI的族群 各位 不要说它一跌 大家就觉得 它好像不好 它都是在创近期新高 波段新高 历史新高 然后的回档 你怎么去说它不好呢 所以各位 很多的一个节目 是先射箭再画法 蔡老师从不这么干 我跟你讲什么样的产业 什么样的个股 都是事先讲 不是以今天的一个 最当红的东西拿出来 再骗你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元太 这是不是一样礼拜二的 我跟你讲逆袭现出现了 因为礼拜一 反映它去年的一个营收衰退 获利衰退 结果礼拜二马上逆袭 这就是要创高 我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事实证明我就是对的 今天最高元太已经253了 它的历史添加255 你再来看看元月份 营收创新高 有57家 我那时候是不是就跟你讲 你留意2206的三洋工业 多画在这里 各位是不是 有没有 有的创新高成交量不够 那也不适合你去赚 所以有的人 有的一个同业 每天在讲那些节目 你看他的成交量 就知道他是什么老师了 各位懂了吗 你看三洋工业今天79 这难道不是让你稳稳的赚吗 是不是 你再来看看 卫星题材的药华 今天也来到近期新高22.15 这不是很开心吗 对不对 民盟政派的一个个股 所以得出结论各位 你去占领认知的自高点 你的胜利 就会转化成获利 你当然就手到勤来 所以蔡老师的一个节目 各位2024年 你一定要天天的一个留意 天天的准时收看 不仅是收盘还是盘后 还是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6点57分 今天就没有 今天礼拜五让蔡老师休息一下 好不好 那也感谢各位 近期大举的一个加入蔡老师的赖生活圈 也都踊跃发问 那蔡老师也都需要 你们的一个鼓励跟支持 那今天也特别来回馈大家 因为大家都有所需求 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所以说蔡老师提供 吉隆五村快散行动 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在目前冷气团寒流 清台的一个同时 台北在落后 蔡老师给各位快散行动 你应该知道蔡老师的意思 所以好好把握 赶快跟上来 各位战胜恐惧的秘诀 别无他法 就是枪在手 请你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 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怀 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一言心旺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 来 赶一下进度 中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台积电 各位其实这个 就是大盘能不能够 站上万九的关键 各位 昨天的一个新台币 有出现变化 昨天下午盘的新台币 它的一个贬值 原先贬一角 急速的一个收链 变成贬0.7分而已 那以今天来说的话 也是在平盘复兴震荡 那如果这些钱进来的话 各位我相信AI 包括台积电 应该都会买 买不停 所以说下礼拜 可能那一些年报不好 包括配股不好的个股要休息了 可能全值股冲关是有可能的 不管如何你可以看到 蔡老师起码 我都尽情的把我知道的东西拿出来跟你分享 这是2月20号 我第一个时间跟各位说的 统一 ETF 而且这些个股都名门正派 一直到今天你看多少档个股创新高 你看 联发科 伟创就不用说了 大连大 联勇 日月光 群光 微影 新星 瑞玉 跟长龙 来你来看看联发科 今天 2月27号大盘 大跌 195点 对不对 他当天1160 今天3月1号 一样来到1165 对不对 你再来看看联勇 他是最早发动的跟瑞玉 当天拉到605 对不对 结果近期突破611 对605突破之后 这是礼拜二 在今天又来到616 联勇 是不是 你再来看看维影 维影 其实是这十党里面 他最晚发动的 比新星还晚发动 你说老师 可是3037的一个新星 近期股价低迷不振 但是他也是从196跌下来的 难道不是吗 各位对不对 你再来看看长龙海运 来 昨天166.5 2月29号 今天3月1号168.5 一样都创波段新高 这都是我跟你讲的 等于是送给大家的一个见面礼 各位是不是 大户也不爱 中石户也不爱 更不要讲业内 更不要讲各个县市 那些贵宾式的一个什么 特定人 对不对 我话就不用讲的太明白 因为你知我知 所以得出结论各取所需 各位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你来看看 2543的一个黄昌 今天拉升到涨停板46.05 我跟你讲的时候28.8 各位七成 是不是黄昌 有没有 是不是 你再来看看 永信建今天108.5 我跟你讲的时候94.7 鼓励配 股息配发率11% 接近12% 各位对不对 建策 来你来看看 今天994 我跟你讲的时候633 快上 1000块了 散热的一个什么 鼓王 你再来看看星象 这游戏的鼓王 今天890波段新高 我跟你讲的时候647 是不是 所以台湾股市后面老的滚滚上千块的一大票 各位 就像2059的一个窗户一样 AI捣鬼的 今天收盘价也历史新高 我跟你讲的时候857 这个也都大涨六成 所以得出结论 各位行情不会等你 你只能去追上行情 蔡老师的节目 也希望你每天要持续的肯定 有什么问题都来问 好不好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赶快拿起手机输入屏风大中华 直接点击 有问题都可以问 灵活操作才可以趋吉避凶 你追高杀低 反而是徒劳无功 所以蔡老师邀请你 吉隆武村给各位快散行动 最大的温暖 你不要再措施掉了 这个是应各位要求 好不好 时间很短 希望通通都能够上车 所以战胜恐惊的秘诀 只有一个就是枪在手 一定要牢牢的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宫和所推介分析的 各比有价证券 没有不断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